本期视频拍摄于2023年10月1号 这是来到岛上经历过的第一次大型的活动 这一天是Farm Day 在市中心有大型的集市 包括各种本地的工艺品 农产品 音乐文艺演出等等 我们先跟着人群进入会场 这里孩子们在打口的 这家卖到木制的各种汽车 看起来很不错 这里是卖香皂的 我觉得加拿大的香皂洗完后皮肤很舒服 最近我已经不用洗面奶 都用香皂洗脸了 这里还展示了这边的农具 1942年的土豆播种机 1898年的土豆切割机 看来西方技术还是很领先的 这里是一些干果 还有大蒜 泡菜 这里卖的很小的果子是月菊 上期视频我买的红色的干果 就是这个做的 今天这里人挺密集的 非常热闹 这家是卖酒的可以免费品尝 集市场卖的工艺品也很多 各种陶瓷制品 亩利可尔做的彩绘 各式的蜡烛 香薰 逛了很久 我终于发现了我喜欢的 这家是一对老夫妻卖的木制品 各种木盘 木碗 木罐 木塔 木陀螺 最终我买了一个挂匠 集市上很多商家只收现金 幸好看到同学在这里卖货 挂了钱才买到了想要的东西 这里很多人在逛的时候都牵着狗 偶尔狗组人也会停下来 让宠物们也与朋友们交流一下 这里也有农场的小动物给孩子们观看 集市场最热闹的区域 应该是那些有演出的地方 他们表演的是PEI本地的传统舞蹈 刚开学的时候 我记得在我们学校也表演过 集市上有一个专门的区域 是歌手弹唱的地方 很多人聚集在这里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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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受欢迎的是这位女歌手 观众里对她的呼声非常高 孩子们都不自觉地跳起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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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我们下期再见